青门二胆岛 陈信上兵失联第九天 他的朋友向周刊爆料 他是为了躲地下钱庄 一两百万的巨额债务 行政院长陈建仁今天表示 会请国防部陆委会 尽快将人接回台湾 但是有中国网红声称 陈信士兵已经在厦门挑房子 房子还是送的 国防部长邱国正则说 直觉反应就是认知作战的一环 他在那边配房子 这各位自己去思考看看 可能不可能 今晚二胆岛失联的成信上兵 仍在厦门 不仅传出不想回来 有中国网友在微博发文透露 这名上兵已经在看房 而且还是送的 国防部长邱国正直觉 这消息太夸张 直觉反应就是一个认知作战的一环 到我们的心理方面会动摇 我没有获得这样的资讯 纯粹是只需乌有 送房应该纯属假讯息 不过有成信上兵的友人 向周刊爆料 欠银行30万还只是小条的 因为他手机简讯和电话 满满都是被钱庄给催债 国籍欠了一两百万 才会让他压力爆表 不过近期纪念传出 退役军官附中 马祖国军没肉吃 又发生二难岛兵失联等 重挫国军士气 退服会主委冯士宽 更大胆假设这一连串 恐怕有阴谋论 军中有很多内部管理问题 也要不断地来检讨 至于有没有其他阴谋论 这我们会纳入考量 会请国防部和陆委会 尽快地把这一位上兵 接回台湾 今天就会发布 因为很快 海军也发生枪阵遗失调包事件 让出国阵气炸怒呛 绝对让他掉脑袋 要办很多人 但随后枪击走 立刻被巡获 到这种阶层 震怒可以解决问题的话 那我每天震怒两下就好了 两岸情势紧绷之际 国军争议连环报 不仅长官震怒 从上到下都得上警发条 接台北综合报道 接台北综合 感谢观看